第二十条赵丽颖从大女主到女配的蜕变,看哭了无数观众。 虽说春节甲已经过去,但春节档还没退,甲铃、张小斐的热辣滚烫票房稳步上涨, 沈腾的《飞驰人生2》紧跟其后,前者都是略带喜剧的电影。 在诸多电影中,第二十条以独特的题材成功出圈, 其他电影或是何家欢,或是搞笑,但第二十条却是以现实题材, 在春节档电影中杀出重围。 要说阵容方面,第二十条也算是全明星阵容, 导演张艺谋在满江红拿下去年春节档票房冠军之后, 今年继续跟雷佳音合作,带来了第二十条。 与之一起搭档的还有凭借狂飙爆火的大嫂高夜和王霄, 还有喜剧片长客玛丽、陈明浩和潘彬龙。 哪怕该影片的配角也有不少, 友情出演的张艺、余和伟、范伟, 特别出演的许亚军、李乃文、杨浩宇、丁永代等等。 该影片题材定位剧情喜剧电影, 但去了电影院的观众会发现, 与其说这是一部喜剧电影, 不如说这是一部带有现实意义的喜剧电影。 当别人在演喜剧的时候, 从配角赵丽颖身上, 大家看到的是震撼以及伤感, 还有角色带来的现实意义。 第二十条讲述的是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 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试院工作, 不料卷入一分歧巨大的案件, 而与此同时她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影片有主线也有副线, 除却主线外, 赵丽颖那一条线很耐人寻味。 赵丽颖在片中饰演一名身患, 聋哑残疾的母亲郝秀萍。 患有聋哑残疾, 本就与常人不同, 生活本就困难且不易, 充满了无尽的艰辛和挣扎。 但造化弄人, 孩子在学校被霸凌, 她想为孩子寻求公道, 却被命运捉弄, 最后选择死来了却此生。 每当想起天台上好秀萍那纵深一月的时候, 我的心里都不由得再感慨, 赵丽颖真的把这个角色掩活了。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 赵丽颖拓宽了新的戏路, 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也让看到她在表演方面的进步。 对赵丽颖, 想必大家并不陌生, 提到她, 总会想起几年前的大女主偶像剧, 但凡是火爆的几部剧, 都会看到女主角都是她。 比如让她成功出圈的陆真传奇, 至今还是经典的珊珊来了, 以及仙侠剧花千古, 古装偶像剧楚乔船, 知否等等。 85花演员中, 赵丽颖的大女主偶像剧可以说一部, 紧接着一部, 因为一直拍摄大女主剧, 所以观众对赵丽颖的印象也停留在这里。 但这一次, 在第二十条中, 大家看到了赵丽颖的改变, 她不再演女主, 哪怕是小角色也能演得很精彩。 她不再演光鲜亮丽的角色, 哪怕是悲情人物也能引起共鸣。 回到郝秀平这个角色, 令人印象深刻地当属于她衣衫不整地从出租屋中走出来, 头发凌乱不堪, 被打得鼻青脸肿, 眼神中透露出绝望。 她不断打着手语, 告诉韩明等人她的遭遇, 没有说一句话, 但每个字都震聋发聩。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已经忘记了赵丽颖曾经是大女主, 也忘记她曾演过的角色, 我只记得她将好秀平演活了。 在张艺某指导的电影《第二十条》中, 赵丽颖以其出色的表演再次征服了观众。 这一次, 她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偶像巨大女主, 而是以现实片女配的身份, 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感受, 展现了她在演技上的巨大进步。 赵丽颖在《第二十条》中, 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人物。 她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刻画得入目三分, 令观众在惯影过程中不禁动容。 赵丽颖的演技让人眼前一亮,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能胜任偶像剧中的大女主角色, 同样也能在现实题材的电影中大放异彩。 在这部电影中, 赵丽颖成功地突破了自己以往的演艺风格。 她不再是那个光鲜亮丽的女主角, 而是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角色。 这种转变不仅显示了她对演技的追求和挑战, 更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她用细腻的表演打动了观众的心灵,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丽颖。 张艺谋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巨匠, 对演员的要求向来严格。 在第20条中, 她对赵丽颖的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表示赵丽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令人惊艳。 赵丽颖不仅通过这部电影展示了自己的演技实力, 更是在与张艺谋的合作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和成长。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在于她出色的演技, 还在于她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舒适区。 她选择出演第20条这样的现实题材电影, 勇敢地面对新的表演挑战, 展示了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她用行动证明, 真正的演员应该不断追求进步, 勇于尝试不同的角色, 才能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 观众们在观看第20条时, 不仅被赵丽颖的表演所打动, 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她的成长与进步。 她在电影中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 仿佛在诉说着角色的故事和内心的挣扎。 这种真实而感人的表演, 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几度落泪。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表现无疑是 她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不仅是偶像剧的大女主, 更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她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 她的无限潜力和可能性, 也让我们对她未来的作品充满了期待。 总的来说,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出色表现, 让我们看到了她在演技上的巨大进步和突破。 她用细腻而真实的表演打动了观众的心, 展示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相信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赵丽颖一定会带给我们 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下一个角色, 见证她的更多成长与辉煌。 王一博面对白玉兰争议, 最终扛下所有, 王阳脱颖而出。 白玉兰提名风波中究迎来了收尾, 三方声明一出来, 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没有结果胜似结果的回应。 这场风波中, 我们寻求的公允, 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堪。 追风者的剧粉也好, 王一博的粉丝也罢, 终究在这场资本运作下, 还是抵不过平台与资本。 片方发声明说明, 这次提报名单为了让更多人获得殊荣, 报奖情况为同步主创和演员。 好简单的说明, 没有回应男主的问题, 避重就轻, 就是给你说一声而已。 而王阳呢, 一句话, 我踏实拍戏, 行胜于言。 九个字回应, 表达自己态度, 貌似相当委屈, 还在愤慨中。 反观老实人王一博, 我可以说, 回应得很体面, 感谢这部剧的主创和工作人员, 感谢了观众的支持, 提及魏若来这个角色 不是一个人的成长。 有一说一, 这部剧很神奇, 就是剧情照进现实, 魏若来的成长蜕变, 如同这次白玉兰的提名一样, 带有社会的残酷现实, 带着不公, 带着无奈, 推动着魏若来的成长, 同样, 这件事的结局是魏若来找到了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那这场风波中, 终究是王一博扛下了所有, 吞下了所有的委屈和无奈, 平息安抚剧粉, 而纵观一圈下来, 赢家反而是王阳, 无心插溜溜成印, 说的就是王阳, 只要稍微想想, 就觉得王阳在这波事情里, 他是受益者, 有了男主提名, 还提升了热度。 本来他应该就是终生里的一员, 论知名度和个人影响力, 比其他一些一线中生是要弱一节的, 现在好了, 因为追风者提名白玉兰的事, 流量粉丝连续一周高强度刷屏他的事, 他的知名度简直破圈暴涨。 原先看过他的剧不太认识他的人, 知道他是谁了。 原先知道他是谁的, 现在连他去新加坡留学过, 英文很好, 形象很精英范, 老婆是谁, 孩子多大, 都一清二楚了。 人家果然名利双收, 甚至还为以后的作品做了宣传, 一举多得, 成为赢家, 可以偷着乐。 王一博果然不是一般体质, 合作过的人, 都因为他, 获得了热度和流量, 甚至出圈, 吃到了他的流量红利。 反观王一博, 粉丝和剧粉都在名不平, 想要一个公平的回应, 换来的是什么, 含糊其词的说明而已, 面对这样的结果, 平台资本施压下, 只能王一博出来抗下一切, 心酸又心疼。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这次挺心疼王一博的, 被打了一耳光, 还要被拉出来平息风波安抚人心, 老实人吃亏, 观众心疼, 还要面对被人指指点点, 说三道四的各种言论, 为别人做嫁衣, 送别人上花轿。 王一博给了所有人一个体面, 却没有换来别人给他一个尊重。 都说王一博粉丝翻篇了, 可是剧粉, 魏若来的粉丝还要为了信仰继续坚持。 既然说剧情照进现实, 最后是我们看到魏若来加入共党, 走出了一条框桩大道, 同样, 我们坚信一点, 我们也会等到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良性环境和社会秩序。 近日, 白玉兰奖的提名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而在这场风波中, 王一博凭借自己的坚韧和实力, 终究扛下了一切。 虽然最终的赢家是王阳, 但王一博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成熟和担当,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和赞赏。 王一博在这次提名风波中的表现, 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风度和气度。 面对各种质疑和非议, 他选择了默默承受, 用实际行动回应一切。 他没有急于辩解或反击, 而是通过继续努力和不断提升自己,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这样的态度, 不仅展示了他的个人修养, 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尊重和支持。 白玉兰奖的提名, 无疑是对演员们演技和努力的高度认可。 王一博能够获得提名, 已经是对他在演艺事业上所付出努力的极大肯定。 虽然最终的奖项归属王阳, 但这并不意味着王一博的努力和付出被否定。 相反, 他通过这次提名, 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潜力和未来的无限可能。 在演艺道路上, 每一个演员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王一博从一名偶像歌手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力求在每一个角色中都做到最好。 这种不懈的追求和努力, 正是他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我们应该看到, 白玉兰奖的提名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肯定, 而不是终点。 对于王一博来说, 这次提名风波更多的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让他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坚强和自信。 我们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王一博会继续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同时, 我们也应该对这次提名风波有一个更加理性和客观的认识。 每一位获奖者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荣誉, 而每一位提名者同样值得我们的尊重和鼓励。 王一博和王阳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展现了卓越的才华和实力, 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榜样。 在这次风波中, 王一博 王一博